那么这个时候对面来了 一个热本宪兵的一个摩托车 车上的人都吓跑了 那么我父亲呢 因为他懂得热影 他听得出来 至少这一次这些日本人 他则是问路而已 那么我父亲呢 就用不小心用热本话 告诉他了 往那边走 日本人呢 当然也很感激了 在这个不懂路的情况下 人家来问 就给他深深激了一鼓 那些老百姓一看 哇 吓一跳 貌不惊人的这个 瘦小的这个华人 既然日本人还给他激功 所以呢就 风言风语了 都说了 哟 这个人不简单 肯定不是一般的人 就这样子 就传开了 很快日本宪兵再次找到了玉大夫 请他出任翻译官 万般无奈之下 玉大夫同意了 这也是他走向危险的第一步